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今天跟大家說說橫琴的月澳心交計劃 之前我已經出過一條影片說關於橫琴的事情 如果是一些跟得比較貼的觀眾應該都有看過那條影片 不過由於一些水印和版權的問題 我就剪掉那條影片 那條影片最後都有提到橫琴未來的發展 就取決於月澳心交計劃 當時我覺得這條法例不會是短時間之外表態的 真是想不到 真是這麼快 如果這條法例在下個月正式表態的話 雖然對澳門或者橫琴都是一個轉折點 在今天行政長官可成開記者會的時候就表示 在今個月或者下個月就會有好消息 不過暫時不公開著 他就說個政策是中央那邊的 而且在外面有消息是指 橫琴那邊是以土地租借的形式租給澳門 然後再給澳門去管理 如果真的這樣 澳門的產業就不會再單一了 可能會成為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澳交所的作用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澳門跟香港一樣都是一個獨立的關稅區 以及一個高度自由化的國際市場 澳交所的訂立下可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從而拿到面向世界級資本市場的入場券 簡單來說就是育民之入 這個就是澳交所 也是橫琴這個地方值錢的原因之一 最後我再說一說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目前這條法例是未正式確立的 因為在特首的預期其實沒有六成也有七成的 我們先說橫琴這個地方會不會完全給澳門去管理 不過我覺得如果以土地租借的形式 我覺得機會率是很大的 而且大家可以提到 中央和澳門其實是猶豫發展橫琴這個地方 無論是一些政策上或者單排車的放寬條例 甚至乎在那裡是其中一個新街坊 大家應該有看過新街坊 如果大家對新街坊這個地方有興趣 或者遲下會做一期視頻 跟大家簡單來說一下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很明顯 其實它就是想一部份的澳門居民流入橫琴這個地方 在各方面的政策 都有以拉近橫琴和澳門的距離 令橫琴這個地方 變成繼上海、深圳、香港之後 另外一個金融中心 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幾個地方的樓價 它們這幾個地方是15-20萬一方 而橫琴那邊的樓價 目前是介乎3萬-6萬之間 那大家覺得以後橫琴這個地方 會不會追上這幾個地方的樓價呢? 還有最後這個地方會發展成什麼呢? 那我們就... 拭目以待 OK,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了解大灣區的更多資訊 或者避開一些投資陷阱的話 就可以交我微信 各位,我是阿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